這些話現在不說 可能也沒機會說了 你知道數位終界法到底終界在哪裡嗎? 大家好我是楊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不清不楚的草案 到底是要說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來聊聊草案的內容 再來分析為什麼民眾跟業者都十分反彈 我知道這份長達41頁兩個小時的直播沒人要看 所以我簡單來說一下這份法案 直接的影響其實是對於平台業者 法案的主要架構就是要求平台業者建立機制 回報這些違法的資訊給國家機構 經過國家核定之後做出標記或是刪除的行動 同時也要負責通知被刪除者 以及建立接受申訴的管道 如果你在必要的時候 平台要提供用戶的私人資料給予行政機關 還要每隔一段時間就提出透明度報告 所以你可以發現 基本上他給予了平台非常多的義務跟規範 然後如果你做不到就要面對巨額的罰款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具體的部分 到底業者會需要什麼樣的規範跟流程呢? 首先我把他們的版面重新排過了 有分線上平台跟數位中介兩種 線上平台就像是Facebook、Instagram這種 那如果是數位中介就像是我們使用的Live或Messager 首先我們看到線上平台的部分 左邊三個對一般的使用者比較無感 主要就是要取得廣告方跟賣方的資訊 以及每年平台要提出一個透明度報告這樣 那右邊的四項我們從內部意義機制開始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現在的申訴啦 只是他說你的城市內部就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申訴機制 第二個這個數外爭議解決機制就有一點和和了 就是第25條這個規範 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民眾不滿意你這個城市內部的申訴機制的話 平台必須要選擇一個 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線上平台服務真理處理機構 簡單來講就是第二關的申訴第一 再來就是這個認證舉報者更是靠杯 這是第26條規定要優先處理認證舉報者的案件 而且這個舉報者是民間團體 這個意思就是說你看到很多激進的自助餐團體也很可能變成認證舉報者 我只是隨便講一句說我覺得可能女生也要當兵啊這才是性別兵等 他就說你耳男你仇女我們馬上檢舉下架你這個歧視言論 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這件事情就變得非常有可能發生了 而且各種政治側翼呢很可能也會偽裝成民間團體 然後呢他就會整天檢舉跟自己不同陣營的敵對勢力 那這個呢機制就會變成是說原本是想要做成一種公平啊 但其實上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好用的攻擊武器 最後一個服語機制是濫用防護我認為是合理的 就是防止你狂刷言論啦就是我善一個你刷十格的那種概念 而我們再來看到數位中介也就是賴的部分 而其中右邊四項呢跟前面很像我就不重複說 那我想大家最關心的部分應該是 到底他能不能去查看你跟別人傳訊息的這個私人內容的呢 其實呢經過法院的公文呢是可以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很像的緊急資訊限制令跟資訊限制令 他的流程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個是情節重大 所以要法院48小時內就要合發 而另外一個呢比較不急 再來的這個資料調取呢就是第17條的規定 就是法院或行政機關呢持公文是可以調取你的個人資料的 那這個會展示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就有等等再來講 最後一個呢就是登載的義務 就是什麼言論被標注了被刪除了就要把它登在公共資料簿上 但他是有規定說不能讓人家看出說你這個留言是誰的這樣子 首先你如果有看這個說明會的話你就會發現 再回到問題的時候幾乎每一個官員都提到好幾次說 喔我們是參考歐盟的 欸你不要覺得你拖一個歐盟下水你就沒事了耶 大家知道歐盟啊它是很多個歐中國家加在一起才叫做歐盟 而台灣呢就是自己一個而已 所以呢假設我是一個德國的某個政黨好 我要攻擊我的政體 我不可能叫整個歐洲國家全部來配合我 然後我來攻擊我的政體 但是在台灣這件事情完全就做得到 我完全執政黨呢通常都伴隨著 立院多數啊或是很多行政機關都是我自己的人 就變成呢我就可以操控這項機制 去攻擊我的敵對陣營 去攻擊不利於我的言論 當然聽到這裡呢你應該發現這個法案 幾乎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平台跟法院 欸NCC你知道你不是賣咖啡的嗎 你是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耶 我們引用說明會中呢巴哈姆特戰長的問題 他提出了兩個問題 首先呢我們剛剛提到的幾種分流處理的方式 他說平台呢其實沒有能力去分辨說 他是一般違規他是重大違規還是沒有違規 而且呢如果他不進行標註或不進行刪除的話 那就沒辦法免責 所以呢變成是說平台的方式 只能是我收到人家的檢舉了 那我可能就馬上把它刪除掉 只要你檢舉我就全部刪除掉 你求自己可以免責 而他也提出了林治堅的論文案來做一個舉例 他說呢如果有人發表說 喔他覺得林治堅就是有抄襲 另外一方說林治堅就是沒有抄襲 而兩方都被檢舉了 那請問他應該要刪掉哪一方的言論呢 而如果他把兩邊都刪掉 那罰錯了是不是他自己平台又要被罰了 那這樣子你不就等於是叫平台去死嗎 然後官員的回覆呢是說什麼 喔我們法律不會強人所難喔 然後歐盟喔他們都這樣啊之類的 欸啊你這個草案怎麼看都是針對平台業者啊 你把90%的監管責任跟這些法律責任 全部都推給業者都推給民眾 最後呢被罰的是平台言論受損的是我們民眾 欸那你NCC都沒你的事情 再來我再舉一個例 如果你法院核發了公文 你去查了別人的私人資訊 去取得了別人的個人資訊 結果結果發現 欸這個人根本沒有違法啊 他根本沒做什麼有了沒的事情啊 那這個時候呢你是不是已經侵害了民眾的隱私權 那你的法院跟你這個國家的傳播委員會 那你是不是也應該要自罰呢 還是你要把所有責任就是說 欸啊這平台你們檢舉啊 你們判斷的不對 所以我們一樣罰平台 我們法院呢我們這個NCC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法案不就是你作為推卸責任的政治武器嗎 再來如果你有去過法院你有告過人的經驗的話 你知道打官司啊基本上都是以年為單位的 很少很少有官司說喔一年內都會解決的 結果你要求說法院要48小時內核發這個公文下來 然後馬上讓平台進行處理 首先呢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平台跟法院 有人力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再來呢如果我們擴充到可以處理這樣的量之後呢 你把台灣的人力都花在喔 審核我們的言論 而且其中呢可能很多只是我看不爽這個人的言論 而他是沒有辭職違法的 我們把人力浪費在這種地方真的合理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而我也不只是嘛我們現在來講講幾個我認為比較合理的實行方式 而我也認為呢確實有某些部分是可以改的 比如說像是透明度報告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知道說平台到底有多少假帳號啊的這些資料是應該要公開的 而建立一些內部的完善的申訴機制呢我認為也是好的 但是呢在判定何為嚴重違法何為一般違法何為沒有違法的事情上呢 其實啊說實話言論這件事情很有趣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個案 所以我認為呢現在的這些恐攻言論以及耳少法的規定其實已經相當足夠的 只是呢你NCC真的是沒有在認真監管 而我認為呢確實平台法院跟NCC是要互相合作沒錯 但是方式呢是平台負責建立一個良好的申訴以及檢舉管道 然後交由法院開啟一個專屬的法庭來執行這樣的審判 最後呢有NCC呢主動的去監管說這個平台以及包含說在公開部分的言論 然後如果發現有一些違法言論呢涉嫌重大一樣同時把它上報到法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合理的合作方式 而不是把所有的責任都丟給平台說 喔我NCC很乖一定這件事都不是我做的 我什麼事都不用做都不是我的責任 但這樣子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一個狀況 而我剛剛講的方式呢其實就像是現在 如果有人侮辱你有人誹謗你啊你就去告他 我們只把這個過程加快而已 而其中呢我認為也要加上說 如果法院跟NCC失職的話 那要如何處理該免職的免職啊該徹查的徹查 而不是像外交部一樣隨便打個哈哈就沒事了 這才是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一個方式 但什麼收集個人資訊呢跟這種先判再審的方式呢 我個人是不能溝通的 雖然我也很討厭某些在網路上啊 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 但是我認為呢這個法案實行下去呢 更容易會變成一個政治的武器 等到到時候呢我們連想說 我們連表達自己不滿 表達不行的這個言論呢 都不行都被限制的時候呢 說實話我們就離民主破滅不久 所以這個草案呢從根本上就有問題 第一歐盟不是一個國家 第二不要把責任全部推卸給民間機構 三言論自由不包含人身攻擊 但也不能以防止霸凌的名義管制言論 最後呢就是鼓勵每一個受到網路霸凌的人呢 就是堅決提告 也呼籲每一個人呢 不要在網路上發布一些沒有經過大腦思考 或是直接人身攻擊的言論 那你看到新聞的時候 最好也多想幾分鐘 因為現在的假新聞實在十分的氾濫 所以呢就希望大家 都可以養成一個良好的媒體事情習慣了 那有什麼任何的想法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